歡迎來到大叔太太的頻道 今天是要介紹吃的東西 現在是快八點的晚餐的時間 我們吃什麼呢 大家都有聽過兩餐的火鍋 這個是它的外帶 有看到嗎 這是因為疫情它做的外帶的套餐 其實有兩種 一個是大大套餐是499的 就是火鍋的那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這個是小套餐 我們選的一個是辣炒年糕麵在這裡面 然後它的另外一個小套餐的組合 這個是魚板湯 打開之後就是像這樣子 這一組是針對不敢吃辣的人用的 這個是炸醬的年糕麵 它配的也是魚板湯 魚板湯跟韓國的是一模一樣的 像這樣子 好 等一下會拍照給大家看 還外點了一份是兩餐必吃的炸物 這裡面有我很喜歡的這個 看到了嗎 這個叫做 裡面其實是冬粉啦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叫炸冬粉吧 好 那麼現在 現在我們要吃炸冬粉 我們吃炸冬粉 還有一份就吃炸冬粉 那裏要放在裏面 肚子裡的小盆 還有一份的小盆 就是妳的小盆 會乾燥 吃炸冬粉 一份就不要吃炸冬粉 慢慢吃炸冰 Ton 我吃炸冰粉 連骨就不在裏面 一份就不太好 這個筆料 一份就是 小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啦 我吃饱啦 那关于会不会吃饱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一个大桶的有面 然后有年糕还有一些菜 然后火锅料再加上鱼板汤是可以很饱的 这个套餐我会觉得希望在疫情之后 两餐还是可以继续提供像这样子个人式的外带 我觉得当你很想要吃韩国料理的时候去两餐买一下 可以解解餐喔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 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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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一样 那我是不会太 Lazar 宝贝